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这次为春晚准备的大家多长时间 其实这次为春晚准备的主要就是彩排 主要是在彩排 因为这是一个纯唱歌的节目 表演嘉宾一般都是在唱歌 然后呢舞蹈是由后面的舞者 跟舞蹈团队负责 还有一些舞美 就是各种各样的绚丽多彩的一些舞美 灯光啊 包括一些装饰啊 什么的 整体加上现场的观众 整体才能呈现 包括所有的导演 才能呈现这样一个舞台 对 我们只是这个舞台中的一个小部分 那这次跟搭档比如说周冬宇啊 还有这个迪丽热巴等等 和他们合作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觉得可爱甜美的两位小妹妹 然后其他的呢 然后其他的就是帅气的前辈 有钟翰良老师 还有凤凰团吉老师 对自己有什么评价吗 自己就是 自己就不好意思夸了 也没有没有 自己就是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好了 因为你去年在这边采访的时候说 没有给自己的表现 打很高的分数 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对对 那今年呢 今年会不会分数提高一点 稍微提高一点点吧 提高个一两分可以 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很高 那其实年三十在这边表演 就意味着不能和家里人一起了 那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没关系 给大家带来欢乐 大家开心就好 然后我们团队也把时间调配得非常好 然后现在只要我做决定说 如果是我要去做音乐 那就去做音乐 如果要回家休息 就可以回家休息 大概有一些小的 小的一个假期 那19年对自己 有没有什么期待和愿望呢 19年其实希望 一切都好吧 好谢谢 谢谢 我们也希望你心想事成一切顺利 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